每一次看到國軍有任何的意外發生 我都很痛心 可是呢 這叫做刀兩面刃 如果你不去做演習 你絕對不知道你的缺點 但是如果演習或者是訓練 就發生這麼重大的意外 有人傷亡 這個代價也太大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必須要找到這個平衡點 在嚴格訓練跟演習傷亡上 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不能零傷亡 但是也不能有這麼重大的傷亡 對 那我們回頭來講 其實我們的對手 我們的永遠的敵人解放軍 這一次習近平在八一建軍節 來臨之際 他把所有的中國的軍頭 全部集合起來 所以我們要實施 全面加強軍事治理的 第七次集體學習 什麼叫集體學習 就洗腦嘛 就洗腦嘛 對 你以為你是軍隊 你以為你是長官 你以為你是領軍者 錯 都是黨 你們所有的訓練 所有的作戰任務 是為了誰 為了共產黨 那共產黨的頭是誰 就習近平嘛 也就是說所有的軍隊 所有的預算 所有的訓練 效忠我 除了我以外 其他都不算 這就是集體訓練的內容 大家夠簡單了吧 那可是呢 哪一個軍頭敢說不 哪一個司令員敢說不 說不就換人 說不就跟 他們的外交部長一樣 立刻消失 所以他做了什麼事呢 他在 你看 這是哪裡 柬埔寨 柬埔寨 在雲壤基地 已經成立了 他在海外 第二個海外的港口 可以停航空母艦 可以停航母嗎 對 第一個 在吉布地 在第二個 所以他就是往南海 往印度洋 一直在擴張他的勢力 所以說 他們的航空母艦 他們的潛艇 他們的飛彈 是艦指誰 艦指美國 我直接講明白 中國所有的武力 艦指美國 那說那我們不用擔心 艦指美國 台灣沒事 台灣就是他用來 跟美國談判的籌碼 美國挺他 他就稍微緩一點 美國不挺 他就打台灣出氣 所以說 還有很多人在疑美論 不是美國要靠我們 還是我們要靠美國 是因為 我們同樣面臨的一個 沒有人權 非常專制的政權 就是中國 那必須要這樣做 現在中國說 美國拉幫結派 我也拉幫結派 我也拉幫結派 你們找這麼多人 什麼什麼 這個印太聯盟 印太的這些戰略 我找俄羅斯 厲害了吧 俄羅斯是整個 這個亞洲裡面 最有打仗經驗的人 他打過烏克蘭 他打過車程 雖然都打得不怎麼樣 可是他也打過嘛 所以他就找了 這個俄羅斯在哪裡 在日本海 做聯合軍演 從7月18號到23號 已經結束了 是沒有錯 可是呢 他裡面派出了9艘軍艦 跟30餘艘的軍機 跟俄羅斯一起演練 然後日本就跳腳了 當然跳腳 跑到日本海來了 拜託 我只是說 日本有事 台灣有事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你還真讓我有事啊 你跑到日本海來了 所以當然 日本有焦慮 日本有焦慮 就會更強化 印太的緊固程度 所以對應付 日本 韓國 北約在太平洋 必須要有軍事合作的動作 不再能獨善其身 我只管歐洲就好啦 亞太不用管 現在全部連在一起了 所以整個印太戰略 加上北約 整個框連起來 就是對俄羅斯 對中國形成一個大包圍圈 那大包圍圈裡面 最關鍵的是誰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了 對 因為我們跟他 同文同種 語言通 人民來往密切 如果台灣這一個點 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哇 那不就破口 對 所以說不是我們要佔領這個島 因為這本來就是我們家 我們不能讓他被中國佔領 沒錯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好 現在台海升溫囉 台海升溫囉 漢光39號演習 演習這是歷年來 最嚴格的一次 為什麼 桃園機場都可以 封場來演習 是啊 這是我從軍 30多年來 沒有看過的 哇 你從軍30多年來 頭一招啊 第一回 中原機場 在演練的時候 所有的飛機 停止飛行 我們要做反機將演練 我們要反奪機演練 我們要讓空軍在這個機場 包含陸軍空軍 所有特戰人員 結合要不讓捷技發生 不讓行政下洩發生 否則機場被佔領了 一下子下來這麼多解放軍 那麼不就直達中枢了 太危險了 所以說這一次 整個機場封閉 不只封閉機場 港口也封閉 重要的道路也封閉 橋樑也封閉 甚至這一次實施了演習 有包含反空降 反登陸 還有整個特工 關鍵基礎建設的防護 到哪裡 到天然氣場 這一次豁出去了 都去了 豁出去了 對 為什麼 解放軍這麼大的壓迫 國際之間對台灣 這麼的重視 我們還能指上談兵 我們還能講原則 講方法 而且不實做嗎 全部進去做 所以在永安天然氣 在桃園煉油場 全部都進去 那其實這只是 開放的科目 其實是台灣 所有重要的 精艦的設施 全部都去 對 所以說這一次 真的是完真的 但是美軍的顧問 他也是很憂心 他要憂心一件事 就是台灣的軍隊 訓練的砸不砸死 是不是花拳袖腿 是不是指上談兵 是不是做給別人看 所以說美方的顧問團 全程跟拍 然後每一天晚上 會實施檢討會 就是他會跟你講 他不會主導 因為這不是他的軍隊 是中華民國的軍隊 他說我站在顧問的角度 我看到了什麼缺失 或許這些兵 都是你們練的 部隊都是你們自己帶的 你們看不出缺失 我看出來了 我告訴你們 然後我建議你們怎麼改進 然後你們再來做一遍 那另外我在講 這個他針對說破口 他說共軍現在 他會找最弱的破口打進來 那國軍哪個部隊 想變成最弱的破口 每個都很強 我怎麼可以變成破口呢 不能有破口 不能有破口 所以說美軍說 沒關係 你們盡量練 我盡量找 因為讓我找得到 共軍也找得到 如果連美軍都找不到 共軍也找不到 這就是毛與盾的關係 我必須要讓每一個部隊 都變得最強 對 所以說持平操演 就是這樣產生 可是呢 真的我告訴大家 有演習就有傷亡 有演習就有意外 這段時間 大家在這個 努力演習的時候 包含憲兵司令部 在整個我們指揮核心 在我們北部 實施反斬首 不讓你斬首 所以做了很多的恐怖 反恐的一些狀況 然後這個美國來看到 因為看到很多缺失 他說不行 你們的實戰經驗不足 以我們這些顧問 都是打過實戰 我直接告訴你 憲兵要去救人質 要去反恐怖分子 你不能夠穿個防彈背心 認為我是鋼鐵人 什麼都打不通 你的盾牌呢 對 你要有盾牌 然後瞄準 這樣子才可以 自己先保護自己 才可以救別人 不可以搞得國軍 好像每個都是勇猛玩強 打不通 打不透 打不穿 都是無鐵金剛 所以也提給了 憲兵司令 有若干的建議 現在也正在改進中 對 然後我再講 這段時間 大家認為 共軍有稍微間歇嗎 我們韓國人現在沒管 他照來不悟啊 完全 這個沒有停 完全不管你 完全不管你 為什麼 他就希望擦槍走火 就跟你來個正面交戰 有的時候是來一整個機隊 來一整個機隊 所以說 我們依然是 全力的監控 但是呢 我們的演習 毫不含糊 為什麼毫不含糊呢 因為戰術不能停 作戰不能停 訓練不能停 對 就是因為很嚴格 所以產生了很多狀況 對 民進黨某位的新北市議員 他就講說 我們國軍的這個防彈背心 好像有問題 他送到美國去給三摩小出測試 打穿了耶 打穿了 對 那國防部就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完全符合標準啊 那怎麼會這樣呢 對 那我要告訴大家 認知的問題 怎麼說 驗收合格 就符合官兵使用嗎 因為規格是誰定的 規格是製造業定的 使用的是官兵 OK 那不管你合格與不合格 打穿了就不行嘛 是啊 就是不能打穿 那所以我講嘛 打穿了就要改 沒錯 我們官兵每個都是保耶 所以我說國防部 也不用去跟議員爭辯 也不用說這個測試 有問題沒問題 有問題就改變 國軍的態度要改 你不要說 今天 這一定是這個測試 不夠專業 對 這個測試專不專業 說句實話 真的不夠專業 可是就打穿啊 不專業還打穿 就打穿啊 因為我們在做 防彈背心測試的時候 那個鋼板放哪裡 是放在一個 例如說 180公分 80公斤的一個人 假人身上 這所有的皮膚肉感 都跟人一模一樣 打上去之後 這個人會倒 因為子彈打上來 你有衝擊力 你人會倒 倒的時候 就會卸掉一些力量 所以說這個子彈 可能是凹陷 那可是我告訴你 穿的防彈背心 不是刀槍不入 你一樣肋骨會受傷 你一樣身上 會非常的疼痛 但是呢 如果你把這個防彈的鋼板 是擺在一個 堅硬不吹的靶上 那就不一樣了 硬碰硬 你怎麼打他不會倒 沒有洩力 所以就容易穿透 但是這都是 這都不足以說明 打穿了就不對 對 雖然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專業的測試方式 可是打穿了就不對 打穿了就要換 不能有萬一 所以我真的呼籲國防部 沒有關係 你就當他過期了嘛 全部換性會怎麼樣 全部換最好 最保險的給官兵用 會怎麼樣 人家命都給你了 你給他最好的裝備 有不應該嗎 所以我覺得 不用再爭辯 就給就對了 另外我再講 有意外了 探光演習 這段時間 發生了 迫擊炮彈爆炸的事情 對 大家其實 以而傳而傳得太遠了 這不是我們在演習的時候 有炮彈掉下去 炸到官兵 不是 那叫物擊 這個是廢彈處理小組 他在把我們演習的時候 有些炮彈打出去 迫擊炮 他沒有爆 沒有爆在原地怎麼辦 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 就地引爆 那這要防炭的 專業人員去做 第二個呢 把它帶回來處理 這就是帶回來處理 涉及的未爆彈 把它帶回 彈藥庫處理的時候 在處理不慎 應該叫做 我說真的 它叫做持發火 應該是打下去 它就要爆了 可是它延遲了兩天才爆 那就在這個時候爆了 所以它剛好拿出來 要處理的時候 它就爆炸了 所以造成這個慘劇 所以國防部在於 廢彈處理小組的 作為裝備 還有程序上 要再做更嚴格的規定 絕對不容許 還沒有作戰 就有人受傷 甚至還好這次都沒有出人命 可是炸斷守備 也是讓人看得好心痛 可是殘廢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要改進 所以這一段時間我要纏述一件事情 國軍在於戰備任務上 沒有一天停止 即使意外受傷 這也是為了保家衛國 即使有人測試說 他的防彈背心防護力不夠 這也是希望國軍能更好 所以我說國防部 必須要用正面的態度來看 找到問題就解決問題 而不是去解決那個提出問題的人 這是國防部一定要改變的地方 不是在找你麻煩 不是在謝你的底氣 也不是在打擊士氣 是希望國軍更安全 是希望國軍更精良 才能夠保衛台灣 好好